翠花他们家里的烟火气息很足 只要烧着火 家里就是烟雾缭绕的状态 换句话说就是乌烟瘴气的 有时候近来被熏的眼睛都睁不开 没办法 他们这个房子为了更好的房贼 所以没有窗户 事实上这个完全是他们多虑了 就他们家这个条件 贼来了都得倒亏路费还有饭钱呢 有人说翠花长得很衰 天生长着一副苦瓜脸 所以他才会有吃不完的苦 听着这意思是 要他先去高里整个戎 才能改变命运 不过你还别说 就翠花这个底子 整个戎说不好 还是几千年才出一个的绝世美女呢 此时翠花也是在忙着做饭 几个孩子在旁边眼巴巴的盯着 十多分钟后 一锅南瓜煮土豆就做好了 现在他们也要吃饭了 翠花做的菜 不管什么食材 都是一副清汤寡水的样子 还好孩子们都没有条件挑食 不然他非要崩溃不可 吃饭的时候 他们总是喜欢拍拍坐 或是围坐在一起 他们吃手抓饭和其他游牧家庭 还是有些区别的 翠花他们都喜欢把盘子放在地上 然后拱着背弯着腰吃饭 这样吃饭是最累的也是最笨的 在外人看来 用吃没吃相做没做相 来形容他们刚刚好 但是他们就是不改 反正要他们改变那是不可能的 除非地球爆炸